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握历史规律 认清世界大势 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 中国是搞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那么我们这个人民的美好生活 一个民族 一个家庭 一个人都不能少 今天我见到习也非常激动 因为以前都是在电视上见到他 今天终于见到他了 他叫我好好读书 我觉得要不负习人的众望 长大之后努力学习 就是好家乡的中国 大道真的是一个非常亲民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领导人 我们真的是太喜欢他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亲自剥划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一年间扎实推进激荡神州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的红船 这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我自愿加入中国国产 我宣誓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党的一大会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党的一大会址 世言蒸蒸 单惊节律 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习近平以雷霆举措 重点打好蓝天 地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集 必须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首先定个规矩 就是要搞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讲的不搞大开发 不是要不搞大的发展 而是要科学的发展 有序的发展 世言蒸蒸 消一干实 在三大攻坚战中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置于守卫 其重点又在于防控金融风险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后 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 金融和房地产 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 国际上呢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上升了 逼着我们靠自己 走自力童争的道理 这个不是个坏事 福惜祸所福 祸惜福所依 中国最终还要靠自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世言蒸蒸 红色传承 强国梦亦是强军梦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持复国和强军相统一 为民族复兴铸铸铸铁长城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凝聚强大力量 世言蒸蒸 鞠躬尽瘁 习近平放眼无比广阔的 时代舞台和世界舞台 为中国蓄积更加澎湃的成长力量 但是没有任何疑惑 所有的传统的传统 是他的谈论 和谈论 现在的谈论 说到中国的传统 总统 Xi Jinping 他给了很明显观中国的观点 但也很明显观世界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 eres同国际 合作伙伴 共建一带一路 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